今天早安 今天早安 谢谢主 谢谢王牧师师母 特别盛情邀请我们全家 三口 五口里面的三口 过来 今天也很高兴 又重逢了一些老朋友 曼德 刚刚从美德兰移民 到了Virginia 清零他们一家 又见到一些新的 弟兄姐妹朋友 昨天告诉我 要做一点劝勉 实际上就是共勉 我就用我们最熟悉的一段经文 尤其是对我们这个 特别的教会 对熟悉的一些经文 弥迦书 大家都知道 很多都会背的 弥迦书第六章 六节到八节 作为一个特别的勉励 弥迦书 Mikah Mikah chapter 6 verse 6 to 8 我朝见耶和华 在至高神面前跪拜 当献上什么呢 其可献一岁的牛犊为梵祭吗 耶和华其喜悦千千的公养 或是万万的游和吗 我其可为自己的罪惡 献我的长子吗 为心中的罪惡 献我身所生的吗 六章八节 我想是大家最熟悉的 世人呢 耶和华已指示 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 也是八九年革命之后信徒的 信徒之后呢 我们的美国老师 带我们唱一些英文的赞美的歌曲 其中一段呢 是有一首歌呢 就是以六章八节 作为这个 So he has something Remember Oh man What is good and what does the Lord require of thee to act justly and to love mercy and to walk humbly with thy God 但是那个 Oh man 我们就跟我们老师开玩笑 英文说 Oh man 这个是 咱们中文就没有翻译出来 不说是男人 Oh man 我就跟我们老师说 Oh man 不光是闷 是吧 就说 烟花也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雄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上帝同行 公义很重要吗 非常的重要 是吧 这个世界上因为太多的不公义 我们可能就是来自 就是说中国大陆 我们都是感同身受 好多我们在座的进行行为 尤其是本教会 是吧 那个从牧师到牧师娘 现在还是被不公义的被通缉 是吧 哈哈 那我们家人 这个朋友 都深深感受了很多的不公义 中国的巨大的 可能上千万的 这个叫 Partitioner 叫上访人口 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因为不公义 所产生的 每天我们都 如果你看一看 微信 现在是少了 不敢忘义中央了 是吧 就是说的人也少了 但是如果从前 你如果在 每天上去看 就会发现 哇 这些多悲惨的 很多的这个不公义故事 那么这世界的不公义 也非常多 不光是在中国 是吧 我这上个月来这个华府呢 用这个国务卿 蓬佩奥的邀请 参加了第一次 也是美国这个外交界的一个 最历史上的一个 这个大事 就是 举行了第一届的 这个宗教 国际宗教自由 部长级的会议 邀请了八十九个国家的 这个部长级的代表出席 那么我们算是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去出席 哇 那就只是谈论 叫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国际宗教自由 宗教自由 我们就很清楚 这是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第十八条 十八章 十八条 里面特别提到的 一个保护国际宗教自由的这个概念 这只是人权中的一个类别而已 那么在公义的界别里面 那么不光光只是人权 哇 我听到的就是说 这些因着自己的信仰受迫害的 在世界各国 那遍地都是 我看到 当然 第一个被这个助力 被这个副国务卿 张沙拉文 介绍 上去发扬的 是 我们都认识的一位 美国的华裔牧师 叫曹三强牧师 那么我跟他呢 也认识三十 没有三十年 有接近三十年的时间 二十多年 他也是二十九年的美国绿卡 娶了美国的太太 但是仅仅因为 他就是有了上帝的护照 愿意回到中国去传福音 并且去帮助那些 不能够有任何的教育的 缅甸瓦邦的儿童 在十六所学校 两千多个儿童 因着他的呼召 因着这些基金姐妹的爱 在缅甸这样一个地方 结果被中国判处 因为基督徒行七年 复国务卿介绍了 曹三强的太太 Jame Powell姐妹 他也上去一家 结果接着呢 就有在土耳其被囚禁的 一位美国牧师 也是为了在土耳其传福音 叫安卓·布朗森 布朗森牧师 在土耳其出了二十年 那真的是上帝拆开了一个 中心的宣教士 那么结果呢 被现在的土耳其的政府 一个倾向于 伊斯兰主义的 二干总理领导的政府呢 也被抓起来 囚禁 那么听到他的女儿 在上面讲述 在过去 就是他爸爸被抓起来之后 他所经历的全家的这些改变 那么仅仅为了传福音 那么他提到去年呢 他在这个走进的结婚的殿堂 婚礼的殿堂 那么没有自己的爸爸 就是说送 把女儿送到 送给这个新郎 大家都哭了 那是 然后再听到 再从 从这个伊拉克过来的 这些叫雅西里的 这些女孩 谈论 哇 其实虽然伊拉克 在这个美军的这个领导下 把这个ISIS 这个伊斯兰国给铲除了 但是这个雅西地族 这些被绑架的 至今还有两千多位小女孩 没有获得释放 不知去向 那么那些有几位逃过来的 逃出来的 美国接收的 那些在国务院 又在上去的台上分享 令人惊吓 哇 你可以看到 这个 不仅仅是不公义 那是一种残酷 黑暗 那是 看到这个 撒旦的势力 真正红行 那么雅西地族呢 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目前 说亚兰文的这个民族 亚兰文 我们圣经的新约的时代 是耶稣时代用的语言 那么他们的所有的族群 都是基督徒 族群中的所有的人 那么就是因为这个 这些 这些 这些暴徒 就是把伊拉克占领之后 整个几乎把这个民族就给铲除 那么就绑架他们这些女儿 然后呢 那就是 强暴这个酷刑 就是说 那个 前半的问题 你是不是归依伊斯兰教 归依他那种伊斯兰教 他们这些女孩们 也在上面的分享 这个不公义 这个黑暗 太大了 所以这个世界 确实很需要公义 当然很需要怜悯 是吧 所以你要行公义 要好怜悯 很需要怜悯 因为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 好多生活的贫困现象 还有好多好多 包括我们认识的 博人的同胞 在这个经济的压榨之下 像最近的那个叫什么 加士德 一个工厂的这些工人 起来 那也是 因着这个 他们所受到的不公义 他们所受到的迫害 是我们很需要行公义 很需要好怜悯 那么这个世界上也确实 有很多的机构 很多的个人 可以说每天都在喊 或者说行动 在行公义 好怜悯的身上 那我就做了一个稍微的 这个research 就是今天 就是美国一个国家 就光注册的 这种怜悯的 就是charitable organization 也就是这种词汇组织 今天是注册的 你知道有150万个 那就像我们 Chinese只是其中一个 那么在美国的国税局的code里面 叫501C3 这个机构 你如果要向它免税的资格 你需要再申请这个资格 按照美国的非用力法 非用力的规定 实际上说 教会之类的组织 是不需要登记的 就是说如果你是教会 根本不需要去什么登记 如果登记呢 仅仅是为了 就是说你收的奉献 可以年底的时候 报上去那部分收入 作为免税 否则的话 教会是不需要登记的 那所以有很多的 也有很多的教会 是不去选择登记的 因为他们可能是不太愿意 跟政府有什么瓜葛 但是这有150万个 登记的这种慈善机构 你知道光2016年 这150万个机构 就是说收到的这个 慈汇的基金 一共是多少呢 3700亿美金 3700亿 那么这是被称为 美国人是最 generous 最慈善乐持的 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那这件事在美国 在全世界当然就更多了 所以很需要行公义 很需要好怜悯 但是我今天呢 其实最重要的 是跟我们一起勉励的 就是说最后一句 我们经常 光去quote 背诵这一句的时候 哦 我们有行公义 我们有好怜悯 但是呢 常常 尤其是我觉得 作为我们基督徒 我也是自己勉励自己 啊 就是说 我们是否是 存谦卑的心 与我们的上帝同行 我们可以 像这个保罗所说 啊 我们可以分手 这个全身 我们可以把全部的 家产的奉献出来 但如果 啊 不是 与上帝同行 那么 这些 都是 无有 都是无有 存谦卑的心 与 你的上帝同行 尤其是 那么 很多说 哦 我也是 与上帝同行 那么我前面 挂一个基督教的牌子 啊 我叫基督教 或者牵主教 什么 公义组织 怜悯组织 啊 但是 如果你没有存 谦卑的心 与我们的上帝同行 啊 啊 如果你是一个 所谓的 以这个 救世主的身份 啊 以这种 或者我去 啊 对你实行怜悯 啊 而没有 啊 以基督的心 啊 啊 以这个 谦卑的 那么就像 叫 菲利比书二章啊 提到说 像我们的主啊 他 本来有 天父的 形象 却不以天父 同等为强逻的 反倒虚极 取了奴仆的形象 啊 并且 死在实价上 如果我们的服事啊 如果我们的机构 如果甚至我们的教会 我们变成了词汇组织 我们仅仅变成了行公义的组织 但是 最终 却失去了 那个 与神同行的心 那么 这一切 也都是往人 重要啊 很重要 教会我们很需要 也去 啊 关心穷人 啊 关怀那些 在黑暗当中的人们 为他们 发出呐喊 但最终 你的标准是什么呢 很重要 是不是 因为 我当时 成立这个 China Aid的时候 我也是 有很大的征扎 啊 我们注册 叫China Aid 对话援助协会 就很大 是吧 名称很大 是有很多 需要怜悯的 很多需要帮助的 啊 但是为什么 没有去怜悯 为什么没有去 行公义 啊 这个如果 我们没有弄清楚 如果不是从耶稣基督之间为行 那么我们的怜悯 很可能变成了烂爱 啊 这个美国的 如果我们不谈 就是说从这个信仰的角度 从美国的执政理念上 所谓的保守主义 保守派和自由派的 这个啊 或者说用今天 所谓的党派的理念啊 我们只是说用他们党派的这个 这个 platform 讲的话 所谓的这个两个党之间的一个 啊 共性啊 就是说你会看到 说是啊 他们也是每年两党都要拨出很多的捐款 啊 都要支持这个 支持那个项目啊 啊 但是如果 我们丧失了 说你要去拨款 或者说你要去怜悯人 啊 没有一个 从基督而来的心啊 啊 就像啊 其实刚才王文学特别讲到啊 就是说我们 从我们时间 从我们财富的 管理的角度 啊 如果不是从上帝而来的 我们的这个世界观 我们的价值观 啊 那么我们最可能的是 啊 我们不知不觉 变成了 把国家成为啊 一个啊 啊 这个福利的啊 啊 这个这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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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粮仓 而是上帝创作的人啊 丧失了他的工作的这个喜乐啊 啊 那种价值观 那种特色 我觉得就会很自然啊 就从西欧啊 从欧洲一直到美国 这个危险 走向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危险啊 现在其实还有一股流 一股一股流啊 啊 确实是在往这个方向推 啊 所以如果你不以啊 与上帝同行的价值观 啊 世界观和我们的人生观的话 那么我们的公义 我们的怜悯 我们都是枉然 如果我们说 宣称我们与上帝同行啊 但是没有一千倍的心与上帝的同行 啊 而至一个啊 高高在上 好像我是去施舍你的 对啊 我是好像啊 啊就是 我我推动宗教自由啊 啊就是说 我啊 啊 比你更厉害啊 啊 我去 这个对啊 我见到有一些 我们中国的有一些基督徒啊 就是 当这个中国政府 也列出来十五个 现在有二十个啊 二十一个啊 国家级的邪教组织啊 那么一看说 哎呦 没有我的教会在里面 甚至没有我的宗教在里面 那么你就偷偷的高兴啊 有的甚至欢呼啊 有的甚至跟与狼共舞 说啊 你看 他狼共被列为邪教了 我们 不敢邪教同母啊 这个 什么什么什么 啊 这个列为邪教了 这个列为邪教了 对啊 是的 是我们 我们 从信仰上 我们当然 是跟这些呢 所谓被列为邪教的啊 有一些组织 我们要与他 可以说 为了真道 在信仰上 有竭力的重变啊 但是 从 与神同行 谦卑同行的角度 对啊 我们是不是也考虑啊 也想笑 也想到 说 他们纯粹的 是为了实践自己信仰 实践自己的宗教 这个 这个实践的自由 受到了迫害 那么我们是否也以基督的心 为心啊 是吧 因为 嗯 即使我们读旧约到新约啊 从 在加拿地 一直到 我们 在耶稣的时代 也没有 耗着我们去 铲除 一切的异教 甚至说 鼓励政府 来去 扶植 一个 这个宗教信仰 去压制其他的宗教 那是否是 表示 表示 我们有这个 与神同行 啊 并且存谦卑的心 啊 以基督的心 为心 与神同行啊 啊 所以我就是 今天呢 特别啊 可能已经这个 占了太多吃饭的时间啊 但是我想 特别强调的啊 你说啊 联名很重要 公义很重要 啊 但是呢 我们却要 以 谦卑的心 与我们的上帝同行啊 作为我们 一切行动的啊 最最核心的这个 这个出发点啊 这个 从某种程度上 更重要啊 啊 无许我们 可能 在没有啊 认识到我们的肝 和本的前提下 啊 盲目的说 我们举行公义啊 我们举行怜悯 那么 我就建议啊 我们还不如 静下心来 好好向上帝的话语 好好保抖啊 起码是 啊 我们先把自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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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这个 我们 Westminster神学院呢 叫这个 think after God's thought 就是 以上帝的思想 为我们的思想 那如果你不认识 上帝的思想 啊 在他的话语里面 你怎么能够去 真的去实施这些 怜悯 和公义 行在上帝的心意上 啊 希望与大家共鸣 啊 感谢主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经的感动 常常与我们同在 直到主耶稣你再来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家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永远的饮食 即日赐给我们 愿我们的赞 如同我们免得的赞 不叫我们遇见事态 就我们脱离胸脑 因为国度全力 永远全是主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好 请坐 家事报告时间 我们请石姐妹 为我们报告 各位弟兄姊妹 刚才也是有幸 听到那个 傅牧师给我们的 一个劝勉 真的是 我有关注 傅牧师的那个推特 我在他的这个言论当中 我是能够感受到 他有一颗虚极的心 和舌极的心 和谦卑的心 又激入的心 所以 我真的就是非常的 就是很敬重他 就是 这样的话 我们在行公义的时候 我们才不会变得自异 我们在去耗敏敏的时候 我们可能才不会难爱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 谢谢傅牧师给我们的欠勉 那因为傅牧师 他是千爱那爱的领袖 那他呢 就是千爱那爱 大家应该都会 都还有的 有的家人可能还不太了解 就是他是对华援助协会 他们就是 都是 集团会帮助我们在国内 受逼迫的一些同工 还有一些就是人权 那这样的一些就是 医事 所以呢就是 他们也是做了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事业 那所以他们是 就是神所纪念的忠心的仆人 那我们教会的话呢 就有一点点小小的奉献 我们给千爱那我们也希望 神他来祝福我们的教会 复兴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以后有更多的奉献 我们来支持千爱的施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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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